五道天王阮敏,被乾燕的国主慕容俊斩杀于恶行山之下 阮敏死了,太阳还是要照常升起的 黄河之水依旧天天向东奔流 慕容俊干掉了阮敏这个劲敌啊 鲜卑人南下的脚步是没人再挡得住了 不过看上中原这块地方呢,可不止北方的乾燕 在南方窝了很久的东晋,这时候呢也蠢蠢欲动 公元352年的3月,也就是染卫跟乾燕连台大战的前夕 被东晋朝廷唯一北伐重任的殷浩 在折服了两年之后啊,这时候终于出手了 殷浩任命淮南太守陈奎 衍州刺士蔡毅,这俩人为前锋 安息将军谢上,北中狼将巡献为都统 率军进驻寿春,寿春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 殷浩这算是正式的出兵北伐了 东晋朝廷这次的意思是准备趁着燃民北上 中原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占许昌跟洛阳 在东晋的这支北伐军中啊,有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队伍啊,是由姚湘领导的枪人队伍 姚湘也是不久之前刚刚投到东晋的 在这个后赵的最后一位君主石枝死了以后 一直都效忠于时事的姚一仲姚老先生 在社投这地方啊,就是今天的河北早墙 姚一仲的处境就变得非常艰难了 他自己心里清楚,凭他姚家这点实力啊 很难夹在前烟跟染味的夹缝中继续活下去 所以不得不重新找个靠山 经过再三考量呢,姚一仲决定带着手下的不仲投靠东晋 不过咱们之前讲了,这位老先生啊,已经73岁了 而且常年卧病不起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点油灯啊,快耗尽了 于是呢,只好把世子姚乡和其余的几十个儿子都叫到病榻之前 您听的没错,这位姚老先生呢,确实有几十个儿子 史书记载姚一仲有42个儿子 姚乡呢,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当年只有22岁 也就是说这位姚老先生在52岁之后,依然生了37个儿子 如果咱能相信这史书记载的,那这位姚先生,当为中国男人的楷模 回到这姚义仲的病榻之前,姚老先生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苦口婆心的跟这些儿子们讲 说这老实家啊,这辈子带我不薄 我本来也想着这把老骨头呢,要为老实家尽力 可如今这时事都给灭光了,中原无主 自古以来啊,我们这些外族人,如果做了天子,都不得好死 我死之后,你们要立刻归附东晋 千万不要做不义之事 说完这句话呢,姚老先生一登腿,就申归纳士去聊 世子姚乡就开始继续统领众人 按照常理啊,这个姚乡是姚义仲的第五个儿子 他既非嫡子,也非长子 这个世子的位置啊,是不可能轮到他的 但姚乡这个人呢,能力出众 所以所谓的常理啊,都成了浮云 姚乡不仅长的是高大英俊,相貌堂堂 而且天姿聪颖,从小就以雄武多才而著称 姚乡还只在十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众部人的爱戴 有死中的粉丝无数 所以很多人啊,都向这个姚义仲请求 让姚乡当世子 姚乡本来是没有答应的 可是架不住,这每天呢,都有上千人到他这来请愿 大家都呼吁要让姚乡做这个世子 面对着广大人民的巨大压力 这时候姚乡也没办法 只好破了力掌力敌这个规矩 让姚乡来做世子 老爹死了以后啊,姚乡带着手下的部众六万余人 离开了河北这个多势之地 一路南进就来到了今天的山东持平 在持平休整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呢,整个队伍开始向西进发 就来到了河南行阳 为什么要向西走呢 这显然跟姚老先生的遗嘱是不一样的呀 但这时候,姚乡代表着广大少壮派有了新的主意 姚乡想要跟前秦争关忠 毕竟这个羌人呢,都是西北人 回归故土是这帮人共同的心愿 而且姚乡这时候初出茅庐,心比天高 在姚乡眼里啊,那前秦的福家人并不比自己强 而且完全有可能把他们取而代之 不过理想虽然美好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这雄心勃勃的姚乡啊 初出茅庐就被当头一棒给打了回去 就在洛阳附近 姚乡带领的枪族人跟前秦的军队 来了一场遭遇战 一场恶战下来啊 这枪军是大败,死伤无数 就连姚乡自己的战马都被刘剑给射死了 幸亏他弟弟姚长是拼死相救 这姚乡呢,才躲过这么一劫 往西走没希望了 走投无路,万般无奈 这姚乡呢,只好继续带着队伍往南走 投奔了东晋 东晋朝廷把姚乡这些人呢 就安排在了乔城 就是今天的安徽豪州 姚乡本人是风度翩翩,博学善谈 他这一来啊 江东的士大夫都颇为欣赏姚乡 尤其姚乡跟安息将军谢上 这俩人特别投缘 相处的关系很好 这次呢,姚乡也率领着本部人马 跟谢上一起出征北伐 按照大将军殷浩的计划呀 这个谢上跟姚乡的首要目标就是许昌 实际上,之前割据许昌的原来染位的玉州墓 张玉这个人呢,已经投靠了东晋 但是后来啊,因为东晋给他的待遇 张玉不满意 一怒之下呢,这位张玉又投降了钱秦 听说禁军来打他 张玉这时候连忙向长安的钱秦求救 钱秦的国主福建 派了他弟弟东海王福雄 还有他侄子平昌王福清 率领了两万步骑兵前来救援许昌 钱秦东晋这两边的军队呀 就在许昌附近的借桥大战了一场 结果是钱秦军大胜 歼灭了晋军一万五千多人 而且此战之后呢 这个钱秦的部队加着张玉手下人 以及许昌附近的五万多户老百姓 一起都被迁回了关中 东晋的北伐总指挥殷号 得知了卸上兵败的消息 就不敢再进军了 引兵退回了寿春 殷号的第一次北伐呀 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 不过对于东晋来讲 这也不算是毫无收获 这一次呢 他们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宝贝 就是传国玉玺 之前呢 这东晋的皇帝由于没有传国玉玺 都被天下人耻笑为白板天子 所以这个皇帝的正统性呢 也是备受质疑 相传这个传国玉玺啊 是秦始皇用和氏币给刻成的 经历了秦汉魏晋四个朝代 西晋灭亡之后啊 这传国玉玺又被前兆后兆 染魏所收得 东晋这传国玉玺啊 就是从染魏的手里给拿回来的 话说这染敏呢 在连台兵败之后 前燕的慕容郡趁热打铁 派了慕容平等人啊 率军继续南下 前燕的军队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很快呢 就包围了染魏的国都叶城 之后又不断增兵攻打叶城 这时候在叶城呢 守城呢 是染魏的太子染志 跟大将军蒋干 这俩人是无力抵抗的 也只好闭门顾首 这时候的叶城啊 城中军粮极度匮乏 叶城城里啊 又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当初被石虎精挑细选 选到宫里那数万名漂亮宫女 现在全都给染魏的士兵吃肚子里了 这种行为啊 听着就让人发指 这城里都到了要靠吃人 才能活命的地步 您想想这守城的蒋干 还能有什么信心 接着守住这城呢 但是蒋干跟染志又不愿意投降前焉 毕竟是杀父仇人 所以呢 他们就派了人到东晋去求救 当时东晋的将领戴师 正好奉了安息将军谢上的命令 准备进军防头 防头就是今天的河南郡县 在接到求援的信件之后啊 东晋就向蒋干索要了传国玉玺 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舍不得玉玺 你就盼不来救兵 这蒋干没办法 牙一咬心一横 想这玉玺又不能当饭吃 就把这玉玺送了出去 不过即使这个禁军主力来救援 也未必是当时前焉鲜卑骑兵的对手 更何况是带尸这么一只小小的偏尸呢 所以没过多久啊 这个叶城依旧是陷落了 东晋前来救援的戴师 带领着蒋干等人呢 仓皇逃回了东晋 而冉卫的皇后董氏 加上冉卫的太子冉智 这些人呢 都被燕军当成俘虏 收回了继承 这个冉卫政权到这儿就彻底灭亡了 立国仅仅两年半都不到三年 攻卸叶城之后啊 尽管在这北方大地还有些残余势力 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人 可以跟前焉抗衡了 慕容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终于圆了进驻中原这个梦想 慕容郡呢 也变成了第一个进入中原的鲜卑国主 公元352年的11月 在群臣的拥戴下 慕容郡正式登基成帝 恰巧在这个时候啊 东晋的使者来到了继承 刚刚称帝的慕容郡 趾高气扬的跟东晋的使者讲 你回去跟你们家天子说 如今这中原大地无主 我被广大人民群众推举当成了皇帝 对于慕容郡的这些所作所为啊 东晋朝廷那是非常的不爽 但是不爽能有什么办法呢 如今这前焉呢 是兵强马壮风头正进 想跟前焉过不去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柿子要剪软的捏 青菜要挑嫩的吃 包括东晋北伐总指挥 殷号在内的很多朝臣 把自己的对手啊 都定位在前秦 而不是前焉身上 在这些朝臣看来啊 这个服饰趁虚而入 得了观众 不能说明这服饰有多强大 更何况前秦呢 到现在为止 立国还不到两年 立足未完 人心未富 根基不深 应该比前焉要好对付的多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啊 尽管不久之前 刚刚败在前秦手里 这个北伐总指挥殷号啊 并不服输 回去之后 他是积极策划 准备再次北伐 目标呢 还是前秦 而前秦这时候的形势啊 确实很不乐观 除了前方 有东晋跟前焉这两个大敌 前秦自己的后院 还有前梁和歌剧秦州的原来后赵将领王卓 这两股势力呢 也实时威胁着自己的后院 下一次咱们就聊一聊 前秦的福建 是如何带领前秦走出危机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